台风苏拉的体型会比较小 即使你所在 即使你所在的地区 现在的风雨并不大 但是有可能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猛烈 顶着14级的强风 尽管已经睁不开眼张不开嘴 大陆记者依旧紧扣着电线杆 优势还得回头抓紧它 避免自己被吹跑 努力把连线完成 因为台风苏拉在广东的风雨是这样 树枝在空中群魔乱舞 呼啸的风声足以让人心生恐惧 苏拉台风2号凌晨3点30分 在广东珠海南部登陆 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最大台风 加上天文潮 广东的陆峰海水倒灌淹没村庄 广东的扇尾同样水淹极西 1号就启动了防台一级错失 紧急撤离2万多人 另外广东深圳也受到了苏拉台风影响严重 树木倒塌 刚好砸中一辆行驶而过的轿车 车上三人一死两伤 而广州的白云机场 七架过夜的飞机 则被五花大榜固定住 除了固定起落架 还得增添燃油增重 避免飞机在台风天移位 目前苏拉的强度已经逐渐转弱 3号将逐渐靠近海南省近海 并可能长时间在海南岛附近徘徊 TVB新闻玲瓏陈湘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